元朝,一个版图巨巨大的联合帝国 一个马可波罗眼中的黄金天堂 一个继承制度混乱至极的古代王朝 元朝的皇帝们能争善战 名字难念,关系混乱,爱好喝酒 寿命较短,没存在感 那么横跨亚欧大陆 令西方文风丧党的猛元政权 美任君主究竟什么样呢 大家好,我是史实侦探子美零零七 感谢大家对明朝皇帝盘点的支持 元朝皇帝盘点马上开始 史上最强战神奖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帝国的缔造者 他是直接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男人 他就是元太祖博尔寄金铁木针 1206年,草原第一猛男铁木针 历经多年战争,统一了蒙古各部 在沃南河源头召开护里勒台大会 即蒙古大汗位,建立大蒙古国 号称吉思汗,意思就是拥有四海的强者 此后,向西灭现在新疆一带的西疗帝国 征服中亚一带的花拉子摩 甚至翻越高加索山脉,一路打到欧洲毛雄的地盘 向南讨伐大金攻灭西夏 而就在灭西夏前夕,1227年 成吉思汗在清真路上病逝 纵观古今中外,用这么短的时间 以极少的兵力,建立起一个地域范围和人口规模 都如此庞大的国家,从未有人做到过 铁木针,史上最强战神奖,实至名归 幼子手造混乱奖 他们从小跟着父亲征战沙场,不负众望 让蒙古国境离谱过冲 他们还是蒙古封建化的急先锋 却难脱奴隶时代暴虐的影子 他们就是元太宗、波尔纪金、沃阔台 和元瑞宗、波尔纪金、托雷 沃阔台作为成吉思汗指定的继承人 却因为蒙古韩国混乱的幼子手造继承体制 两年后,1229年才得以继位 所谓的幼子手造就是由最小的儿子继承 其他儿子自立门户 因此哥哥沃阔台两年没实权 这两年是托雷监国 沃阔台继位后,秉承成吉思汗一致 迅速恢复了对大金的攻势 只用了五年不到的时间灭掉大金 天道好轮回 他让宋朝又感受了一波海上之猛 也让大金感受了一波静抗之耻 托雷则在征伐大金的过程中 于1232年病死 之后沃阔台派遣拔都、猛哥等青族大将 继续牺针 冰封直指欧洲 一直打造现在的布达佩斯 成功地将黄河和福尔加河 纳入到同一个国家的版图之中 还在冬天攻占了莫斯科 为后世拿破仑希特勒等人 做出了看起来很容易的错误军事示范 沃阔台推行封建化统治 重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储才 规范政治、经济、文化制度 同时试杀成性 喜好猜忌 特别是猜忌弟弟托雷 蒙古铁骑刀剑之下 冤魂无数 还贪酒好色 最终沃阔台于1241年 因过量饮酒引发的疾病而死 沃阔台托雷 幼子手造混乱奖 实至名归 身体虚弱奖 他是猛元猛男家族中 少有的体弱多病的大汉 他就是原定宗 布尔基金贵游 作为沃阔台的长子 却以老爹没留下遗嘱 和坑儿子的幼子手造制度 久久不能登位服众 只能由母亲 乃马征皇后 称治治国过渡 在老妈的金钱权势之下 五年后才得以获得支持 继承汉位 不过再为一年多 1248年 体弱多病的他就死于行军途中 贵游 身体虚弱奖 实至名归 意外战司将 他是派军彻底征服东欧西亚 令西方人为之胆寒的皇帝 他就是元献宗 布尔基金蒙哥 贵游去世 蒙古又因为脑毛病寒味继承 吵得不可开交 能真善战的托雷长子蒙哥 在1251年护理台大会上 脱颖而出 登上大汗宝座 没错 你没听错 他是托雷的儿子 托雷不仅这一个儿子强 蒙哥还有个弟弟 叫忽必烈 他管理蒙南汉帝之事 灭大理国 那一个弟弟叙列物 则领军继续牺针 打进阿拉伯世界 一路灭国无数 处死最后一人哈里发 冰封直至死海边的叙利亚 1258年 蒙哥又和忽必烈 大将物粮和台 分三路大举进攻南宋 其他两路进军迅猛 而蒙哥自己率领的 百战百胜的蒙古军队 却被南载的重庆钓鱼城 不料被宋朝打死 突如其来的去世 又让蒙古进入了内战 让这个昆之般的庞然大国 逐渐走向四分五裂 如果他还活着 或者整改了蒙古的继承制度 可能元朝会开创于他手 也不会如此短命 蒙哥意外战死将 实至名归 元朝正名将 他是大宋王朝的绝目人 他是中国行省制度之父 他就是蒙古第五任可汗 大元的开国皇帝 元氏祖 波尔纪金忽必烈 蒙哥意外战死后 忽必烈与好弟弟阿里布格 陷入激烈的地位争夺战 最终胜出 于1260年 登基成为大蒙古国皇帝 1274年 改大蒙古国为大元 定都大都 正式开创元朝 即位后 马不停蹄消灭大宋 一通中国 不算外面的几个韩国 此时的元朝国土面积 达到了240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232个韩国 统一后 派出使臣去日本 却被日本屠杀掉了 他想着顺手灭掉日本 连日本行省部署规划 都准备好了 结果因为海战精力不足 台风固执没能成功 对于大元国力消耗严重 但是 忽必烈对于元朝 大一统国家的构建 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他也接受了 进中原必汉化的设定 改变了原先传统落后的 蒙古政治体制 保留了宋朝的机构 和全部行政人员 重用各族有才之士 创立行省制度 恢复中原地区 饱受战断的农业生产 设立救济制度 与民休息 使得国家经济得以继续发展 虽然马可波罗尤金里的描述 可能有点过于离谱 但是 在南宋的基础之上 元初经济的发展 还是可靠的 借用推翻元朝老朱统治的一句话评价 为神 西字朔土 来祖中原 治安之圣 身卷之凡 功倍人名哲矣 不过 忽必烈晚年过于新人阿和马 其虽有治国之才 但也是娇臣贪臣 任人为亲 亲战民田 搞得朝廷乌烟瘴气 即便如此 忽必烈 人世纪成其思汗之后 最为人耳熟能详的元朝君主 这里多说一句 部分人不知是何居心 对于元朝究竟算不算中国这个问题 有独特看法 那么 继承了汉人的制度 划分行胜 正式建立元朝的忽必烈 就是元朝 属于中华历史文明的一部分 最有利的见证者 要知道 从铁木针统一蒙古各部 到元朝建立 也不过54年 虽然我们不必说 中国统治过欧洲这样的话 但是元朝 作为我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确实是中国的朝代 忽必烈 元朝正名讲 实至名归 后继无人讲 他是在掀起元朝继位之争的 直接导火索 他是蒙古大家族中 少有的戒酒大王 他就是元臣祖 波尔纪金铁木尔 铁木尔是忽必烈的孙子 老爹太子真金 在政治斗争中抑郁而死 忽必烈最后选择了他 作为皇太孙即位 是不是跟朱元璋 朱允文有点像了 但是 铁木尔的能耐 那是比朱允文大得多了 他并不是皇长孙 但深得母妃和忽必烈的赏识 1294年正式即位 优待汉人就成 缓和周边国家关系 但该出手时就出手 果断出兵 稳定西兰民族 与蒙古贵族内部叛乱 减轻农民负担 劝科龙商 与民休息 惩治贪官污吏 缓和社会矛盾 甚至以惊人的意志力 借掉了少年时养成了酒饮 酒不喝了 身体却差了 他将正式委托给了自己的皇后 普鲁汉 朝廷政治和社会经济 出现严重混乱 只必一再贬值 最后于1307年去世 因为后继无人 元朝皇位之争 再起波南 铁木尔 后继无人讲 实至名归 兄友弟不恭讲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 少有的商量好 兄弟排队做皇帝的哥俩 他们就是元武宗海山 元人宗爱玉里巴利巴达 爱玉里巴利巴达 是海山的弟弟 也是他的皇太子 不得不感叹一句 元朝真的是把皇帝 继承制度排列组合用了一遍 总说汉人王朝继承乱 就是元朝历史不多看 皇后代政也能出现 草原女性就是强悍 元朝祖去世后 因手下无子 根据蒙古就知 皇后布鲁汉掌政 爱玉里巴利巴达发动政变 除掉老皇后派系 哥哥海山也领兵前来 经过一通友好的商议 海山得以即位 作为回报 将弟弟爱玉里巴利巴达 立为皇太子 也希望弟弟之后 能立自己儿子为太子 殊职相传地位 元武宗海山 是一位颇有改革大制的君主 即位后 针对中央行政体制 缺乏制衡的问题 设立上书审 以牵制大权独乱的中书审 整顿励志 颁布审部纲纪 优化官员考核体系 针对元朝前期滥发纸币 导致津巴不韦式 通货膨胀问题 发行制大营钞 替换中统钞 并用大元通宝 和制大通宝同钱 稳定市场秩序 对内继续推行尊儒尊汉 对外稳定蒙古各帝国内部关系 可惜四年不到 于1311年早逝 还未看到改革政策的明显成效 自南宋灭亡36年后 恢复科举制度选拔人才 取消上书审 停止正在建造耗资庞大的中都城 充分整理朝政 但是也因为饮酒过度 身体不好 于1320年去世 本来想夸他们胸有帝宫 但是弟弟没有遵守于哥哥的冤定 将皇位还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海山 埃宇尼巴尼巴达 胸有帝宫奖 实至名归 我有个好父亲讲 他是被政变刺杀了皇帝 他兴起了自治改革 他就是元英宗 伯尔寄金朔德巴拉 元英宗小时候 就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 老爸违反约定 让自己试拿到了太子之位 但这也为十几岁的他 埋下了身亡之缘 1320年 18岁的朔德巴拉 在太皇太后打几 及幼城乡 铁木迪尔等人的扶持下登基 同时接受双重管制 两年后 这两座大山相继去世 元英宗得以施展报复 推行注意罚减轻蒙民负担 颁布大元通治 稳定社会秩序 裁剪冗官打击贪腐 不过这些极大触动的权贵阶层的利益 再加上继位合理性 带来的统治根基不稳固 1323年 蒙古权贵发动南坡政变 元英宗在自上都南下途中 业住的南坡殿被杀害 他仅仅在位三年 21岁便英年早逝 硕德巴拉 我有个好父亲讲 实至名归 梅丽网狂难讲 他是元朝汉话最深的皇帝 他能书善话 颇具浪漫主义气质 他就是元文宗 唐帝元英宗死后 被流放海南的图铁木尔 得以返回权力中心 以自己的资质 父亲的基础 获得了一批人的支持 但知识归知识 朝局依旧混乱 其中忽必烈狄曾孙 野孙铁木尔 被扶持登基 他死后 儿子阿吉素巴又即位 与元文宗图铁木尔展开厮杀 因根基不稳 惨败 元文宗得以稳定登基 作为爱好汉文化的蒙古皇帝 他很重视文化事业 在大都创建奎章阁 编修金氏大典 大型提倡尊孔 易于兴起文质 但是图铁木尔 纵容定策有功的成像 燕铁木尔 唯非作歹 致使元朝政治日益黑暗 元文宗在上台四年之后 1332年 蒙古皇帝又又又英年早逝 作为一个汉化程度最高的元朝皇帝 他的人气还是很高的 在这期之前 就有小伙伴撕心我他的名字 但是混乱的继承制度 尖锐的民族矛盾 不稳定的统治力等等原因 元文宗在位期间 依旧没有挽救元朝大士 图铁木尔 梅利挽狂澜奖 实至名归 皇帝临时工奖 他们是元文宗的哥哥和大侄子 他们是暂时当皇帝的短命父子 他们就是元明宗和世来 元明宗一灵至班 这两位皇帝的诞生 是元朝继承制度混乱的产物 元文宗因不是元武宗海山的嫡张子 继承皇位之后 他流亡在外的哥哥 波尔基金和世来 在1329年回家 元文宗就把皇位让给国国做了184天 随后亲手毒死哥哥 二次登基 但元文宗临死前 对自己的恶劣行径深刻忏悔 以令元明宗之子 一灵至班继承皇位 但是事实证明 这父子俩真跟皇位没缘 年仅7岁的一灵至班 仅仅在位53天就病逝 何时来一灵至班 皇帝临时工奖 实至名归 朱元璋赐名奖 他是朱元璋同志一生战斗的对手 他是前期秦政 后期纵容的百烂大王 他就是元朝的末代皇帝 元顺帝妥欢铁木尔 妥欢铁木尔 是被毒害的元明宗的长子 在连游的弟弟病逝后 成为皇帝继承人的热门人选 元文宗的权臣燕铁木尔 想立文宗儿子燕铁古斯为帝 而燕铁古斯的亲妈 不达失利 却坚持立妥欢铁木尔 在元朝 不让自己儿子当皇帝 才是好父母啊 然而四天间的太监说 妥欢铁木尔不可立 利则天下大乱 搞得人心惶惶 元朝皇帝位置 竟然空了半年之久 但不久 权臣燕铁木尔 终于过渡而死 元顺帝妥欢铁木尔 终于得以登基 元顺帝即位后 末世之君的傀儡属性启动 大权被元末著名权臣 伯延把控 伯延在朝中倒行立施 进封秦王 甚至还想废掉元顺帝 此时傀儡觉醒 元顺帝与伯延的侄二 著名的元末宰相 托托合谋 祭出薄言 随后历经图治 与金明能干的托托 一起实施改革 发展农业 再恢复科举 就在清明之气 逐渐兴起之时 托托却因病倒退 改革进程中断 四天间的预言 开始慢慢实现了 元朝逢年年天灾 牛民起义四起 托托休息五年后 再次复出 也挽救不了大局 自己还被奸人诬陷 被革职流放 最后引阵而死 元顺帝也开始彻底摆烂 任用监令 不管朝政 红金军的农民起义 愈演愈烈 1368年 朱元璋派遣徐达等人 率领的明军 直抵大都 元顺帝仓皇被逃 最后在1370年 染力竭而死 明太祖朱元璋 以其之顺天命 退避而去 给予了顺帝的尊号 元朝这个庞然大窝 就此离开了中原 元朝作为我国历史的一部分 影视作品和文史再创作并不多 大家比较了解的 可能只有成绩斯坦 铁不真 保护必烈 希望这期视频 能帮助大家系统地 捋顺一下元朝的历史 因史料叫其他朝代 确实有限 如有错误 请大家批评指正 点赞过5000 北宋马上干 我是时时侦探 紫美零七 关注我 下期我们接着聊 历史的真相